来看人选之人 黄建伟报女演员姓骚的罗生门 现在演艺圈 这个所谓的MeToo风波 还在持续的延烧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一位呢 是合作过演员Mia 剧名的控诉 他说呢 2006年当时拍摄短影片期间 因为在饭店有服用药物休息 但是没想到却遭到了 黄建伟趁机的侵犯 不过当然黄建伟他这一方是否认的 发了律师喊强调 绝对没有做任何违法的行为 但问题是 接下来他又再爆出更多的 巨细密的细节 他说黄建伟同学声称 他绝对知道你吃了药 这个绝对呢 你也不是第一个了 那请黄建伟你正面回应说 你说没有违反法律的行为 请问呢 你这些行为叫什么呢 他同时还说 欢迎黄建伟来提到 让我们在法院来正面对决 声音呢 再次也澄清了 他后来黄建伟再次 他们发了声明再次的 澄清说 他从来没有对 米娅女士做出 违背意愿或是趁机 信交等等 违反法律的行为 绝对会全力配合 司法机关的调查 让事件能够真相大白 但是来看的是 是不是有第二位的受害者呢 网红谢俊先生 来看看粉专 粉专的专业贴出 聊天的截图哦 这个截图上头有什么 来我们来看看的事呢 这个你看哦 谢俊先生你好 好 这个对方就会说 你好 感谢你跟我们来联系哦 我们已经收到你的讯息 粉专业小编 上线会尽快来回复您 谢谢 然后呢 对方有说 大约可能是2008年 或2009年去 这个找朋友坐在傍尔台 黄先生就坐在我的隔壁 跟我搭话 没多久呢 就借酒专风 来开始亲哦 而且呢 想到他就觉得很恶心 自此之后 他就不看他演的戏了啦 而且所以他被爆出来之后 他绝对相信 因为对第一次见面 坐隔壁的人 都可以趁机来给他乱亲人 趁机性 一定也可能是有 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看起来是不是 是有另外一位受害者 也跳出来 来这个指证了呢 当然其实来看是呢 这个大家就在说了 现在到底 你看真实的状况 恐怕只有当事人最清楚了 不过目前他 黄金伟他还是否认的 匿名的女网友 他也之前有指控哦 一个所谓的W性的男性 惯性哦 劈腿哦 很多次的意思了啦 好是这个惯犯 只指演艺圈 都是他的后宫啊 现在大家都要猜 你这个 W性的男性 到底是谁呢 谁是这个惯性的劈腿呢 谁把演艺圈当后宫呢 好很多人 把矛头 是不是指向吴康仁 因为吴康仁 他的姓也是W嘛 吴嘛 但是呢 吴康仁说 没有啊 他很无辜好不好 绝对不是他 那后来他转念 他还说 表示经过朋友提醒 有可能是自己对号入座 那就误会到了啦 因为人家也说 W性男性 也不见得就是指他嘛 所以他就直接说 请这个指控的 匿名女网友 你就直接勇敢站出来啦 你就提出你对 这个W性男性的施政 你就直接拿出来 谢谢你愿意发声 让你口中的公认人物 受到社会的监视 因为原本大家 矛头指向他 他心情很不好 后来想说 人家也不见得是在指他啦 对啊 毕竟W性的男性 W性男性 也不见得可能是别人啊